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几周前的《心灵之旅》节目中谈到 中国教育部推出新版八年级中国历史教科书送审本 其中删去原教科书中文化大革命一课 将有关文革的内容与十年探索合并归入第六课 题目是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 把以前课本中毛泽东错误的认为中错误的三个字删去 改为毛泽东认为 前不久又从修书到修宪 删除了中国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 并把所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序言 这些举措让越来越多中国人回忆起文革历史 回忆起毛泽东作为终身领袖时代自己的亲身经历 在本访谈录之一部分 现在在美国的退休专业人士利曼因女士 谈了她对修书和修宪的看法 又讲述了她在文革中因南京一起所谓反革命集团案 被判刑15年的经历 回顾了该案所谓首犯 俄文翻译王同竹和王同竹的妹夫 数学专才孙本乔以及朋友 英语专才姚祖怡被判处死刑枪杀当天的情景 这一案件在当时的南京近人皆知 但今天的人所知甚少 在今天的立曼因女士访谈录第二集里 立曼因女士先谈到 她近年所见有关王同竹先生的记述与回忆 有哪些与他的记忆相符合或者不相符合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我最近呢搜索了一下关于王同竹的兴趣 兴趣虽然不多 但是还是有所收获 首先呢我就发现在网上不同的人写的东西呢 有不少的错误 例如首先把王同竹的名字写成胡同树的童 这是不对的 应该是相同的童 再一个呢就是说王同竹曾经和姚祖怡一起试图逃到国外去 后来呢就因这个叛国投敌的罪在南京被杀害了 这也是不实的 王同竹有没有和姚祖怡试图要逃到国外去 这个我一点不知道 不过王同竹在南京被杀害绝对不是因为这件事 而是因为他写了很多的诗词 于是呢就把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作为一个反革命集团 而王同竹呢就作为反革命集团的首犯 是因为这样被杀害的 这个一个好像人丁书先生 他的作品里头都是这样写 那么这个也是不准确的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好像有一位先生大概就是杜高先生嘛 是1970年才被释放回到南京 他自己说他是1970年的冬天 甚至于说是1970年的1月 在南京目睹那个球车 把王同竹等四位难友压赴刑场 这个时间显然也是不对的 因为王同竹蒙难是在1970年的夏天 至于1970年的夏天7月 这是可以肯定的那是很热的天气 现在有两个说法 一个说是7月24 一个说是7月30号 那么说实话呢我也记不得 肯定是7月到底是24还是30号呢 我是记不得 不过根据其他好几个人的说法 好像7月30日比较可靠 但是这一点我不能确定 再有一个呢就是说他早期的事 有好几条消息说他是北京厄语学院的学生 这显然是不对的 王同竹是武汉大学厄语系毕业以后分配到北京工作 所以他跟北京厄语学院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而且王同竹打成右派的时候并不是厄语学院的学生 而是马列主义编译局的工作人员 所以呢至少我就发现有这么一些错误的信息在网上 这就是我所发现的 您的这个澄清和您记忆的说明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你现在呢关于王同竹先生 他和他的这个案件呢 在网上实际上文字并不多 就我在网上看到的有关王同竹的这个资料当中 我觉得从维希写的是最准确的 是最有参考价值的 他所写的跟我所了解的都是复合的 可以互相印证的 从维希写的王同竹的名字 跟我讲的王同竹的名字是一样的 而且显然从维希跟王同竹是非常熟悉 是在劳改以前就互相知道了 尽管还不是朋友 他们互相已经有过工作上的关系了 比方说王同竹的太太是西藏人 可是有人说他是新疆人 这就是那些人记忆不清了 总觉得是个少数民族 那么从维希还有其他人也可以印证 都说他是西藏人而不是新疆人 而且说得很清楚 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 别的人就没有这样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而且是藏语播音员 这是我所知道 所以我就觉得从维希的是比较最可信 您确认一下的价值就在于 已经有两个以上不同的信息来源了 这样就具有更多的可靠性 是是 另外他所描述的那个王同竹 跟我所见到的王同竹也是一致的 他怎么样的描述您认为和您的记忆中相符的部分 他所描述王同竹的那种才能 王同竹的形象 他的说话我觉得跟我所认识的都是一致的 您认为从维希先生他所写的回忆录里边的细节上的描述和陈述呢 您印象最深的您觉得最能够和您记忆中的王同竹先生 那个形象相符的或者说比较传神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我认为从维希写的天堂四人形 对王同竹的介绍是比较详细的 他提供的信息比我提供的还要多的多 因为我所提供的那只是王同竹最后一段 而特别是如何被杀害的情况 而从维希呢他在反右印度以前 已经和王同竹有过工作上的联系 后来呢他们又一起劳动改造成为滥友成为文学上的知己 有很多详细的介绍 他甚至还知道王同竹在读中学的时候 家里的那个艰难的这个情况 所以呢 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很丰富的资料 而且他所提供的好些内容呢 他和我对王同竹的了解是可以互相印证的 第一比方说王同竹的妻子是西藏人 而网上有人说是新疆人那是不正确的 因为从维希的文章里头就讲到在劳改的说一起洗衣服 王同竹呢不小心把口袋里的那一张藏族姑娘的那个照片呢 不差一点洗坏了 其他发现的早已经泡在水里他赶紧捞出来 从维希呢还有机会看了一下他妻子的形象 是个穿着藏族服装的美丽的姑娘 这就证明了他的藏族 不但如此 他还说了王同竹告诉他 他跟他的藏族妻子一起 还圆了一个文学梦 也就是法西藏的一个童话故事叫公主与铁匠 另外还有一个叫美女的心愿都编译成汉语在民间文艺上发表了 这些就都说明他的妻子是西藏人 还有一个呢就是对王同竹外貌的描述和我所见是完全吻合的 所以他说到啊王同竹的脸虽然不实为清秀 但美与间深藏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悲楚 哎呀我觉得他这个形容是太好了 因为这个形象也就是我所看到的形象 我的印象就特别深刻 第三点呢就是讲到王同竹他以前写的那些作品 就不是一般的翻译者了 而是一个才子型的翻译者 他说在1950年的时候 他们请王同竹翻译一篇 关于苏联元帅弗洛西洛夫的事迹 当时呢那个报纸的副刊提出来 要马列主义编译集的王同竹来翻译 可见的王同竹那时候已经是比较有名气了 就是其他的单位都已经知道它是一个很好的翻译了 结果他们就请他翻译了 然后从未细就读到了王同竹翻译的叫铁甲列车 从未细描写说此人文笔流畅是个才子型的译者 可见的王同竹不是一个一般的翻译者 从未细还提到王同竹在读中学的时候 他就已经开始写诗了 他说他从小热爱文学 在湖北襄阳中时读高中的时候和他的弟弟王同策 在学校里编辑一块名为成熙的强暴 同时他个人在湖北文艺工人文艺等文学刊物上 开始发表诗歌 这说明他很早在读中学的时候已经开始写诗了 那么我说他是一个天才的诗人 并不夸张也是有来由的 因为他自己也告诉过我说他是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中国古代的格律诗啊 古诗啊等等 就是说他在这个诗歌方面不是随便写写而已 而是确实是有很深的很扎实的基础 在这方面很有才能 然后崇威熙又讲到他的其他的这个文学才能 就是说他们在劳改队的时候有一次叫文艺表演 崇威熙呢就写了一首诗 然后当时的劳改队呢要崇威熙来朗诵表演 崇威熙就说他自己不行 他不能朗诵 他口齿好像不是那么灵活 他就推荐让王鸿竹来朗诵 因为王鸿竹就在排练的过程当中呢不断的修改那首诗 崇威熙都觉得好像他那首诗也不值得这么修改 可是王鸿竹还是很认真的来修改那首诗 最后呢崇威熙讲到一个情况 就是说咱们干嘛这个表演的事情那么认真呢 然后王鸿竹呢就说谁让咱们生的同时敢上反用呢 不然的话你我都是文化界的A角 A角B角就是文艺界讲的A角都是比较好的演员来担任的 也愿我们老祖宗屈原给我们留下到字头蜜罗江的时候 仍然热爱楚国一草一木的相思传统 谁让我是他的子孙呢 哎他长叹了一生之后 又附加了几句充满悲凉诗意的自我表达 请注意下面讲的这个充满悲凉诗意的自我表达 也就是王鸿竹临时加出来的诗句 不是原来他在排练的同为西写的诗句 王鸿竹加出来的这个诗句呢一共是六行 他这样说尽管我经受了许多磨难和屈辱 皇甫弟呀我是你根上的业 无法割舍业对根的依恋 这个六行诗在我现在看来也就是王鸿竹遗留下来的唯一的诗篇了 因为我还没有看到其他的而从为西记住了 对他的印象一定是特别深刻 即使不是每一次都是百分之百的准确 应该基本上是不会有多大的出入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可贵的一个资料 真的是非常宝贵 第五呢就是关于从为西他对王鸿竹的感觉 他感觉到在王鸿竹的生命当中 潜在着一种突破羁盼的力量 因为他有这样的一种生活信念 就是说既然活着就要敢于突破羁盼 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王鸿竹还有孙本桥 他们一起逃离新疆了这个原因 我也是感觉到王鸿竹这个人 他当时在南京的处境真的是非常分了困难 有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以让他晚上睡一觉 有时候他就睡在什么车站里头了 或者什么大厦的这个门前啊等等 有的时候可能也不能保证都能够找到工作 挣到他必须吃的粮食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看到他的时候呢 就觉得他特别的憔悴 特别的劳累的 处于那么一种 可是呢他的精神从来都没有陪上过 他始终相信中国的将来 尽管不晓得是什么时候 他都是充满一种乐观 认为这个共产专制 是不可能长期这样子维持下去的 所以这个力量 我觉得从维希也是看得很准的 然后和我所建议是完全吻合的 最后呢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关于陆鲁山 从维希谈到陆鲁山没有与王同族同时遇难 所以我就感觉到从维希所提供的资料是特别准确 特别可信的 因为在网上其他有些人也提到陆鲁山 就稀里糊涂的把他说成和王同族啊孙本乔啊 姚主义啊一块被处辞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陆鲁山从来就没有在我们当时这一个所谓的反革命集团的这个名单里头 那么我们的判决书里头也没有陆鲁山的人 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陆鲁山这个人 因为其他的人我虽然不认识啊像孙本乔啊姚主义我不认识 可是呢我听到他们的名字在批斗的时候啊在判刑的时候都有他们的名字嘛 一都没有陆鲁山 所以陆鲁山不是和王同族同时遇难的 不但如此 从维希还提供了陆鲁山他是怎么遇难的呢 他说姚王孙于七月被处决之后 陆鲁山本来可以躲过灭顶之灾的 但他的个性决定了他在劫难逃 他不断为这三个难友宁渊教区 于一九七年的冬天 他终于也踏上了不归之路 所以这就讲得很清楚了 陆鲁山是为了给王同族孙本乔姚主义他们宁渊教区 最后自己也遇难了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难得非常可贵的 但是也是非常反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当然我们不知道细节 也不知道陆鲁西他是不是知道细节 但是这个就说明了陆鲁山的最后的这个结局 那么网上有人说 说是在一九七零年冬天的时候 看到这几位难友被判刑 求车送到刑场的场面 那么我过去已经指出过 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王同族遇难是在一九七零年的夏天 不是冬天 那么这个人呢 他提供这个消息说 他在冬天看到可能是说的是陆鲁山的事 因此我觉得陆鲁西把这件事情也澄清了 总之我觉得他提供的资料非常非常宝贵 我也非常感谢他 大体上就这么多吧 您在受访的时候谈到后来平凡以后 当局给了王同族的妹妹一千块钱作为抚恤啊 或者叫做赔偿 那我就想一呢就是孙本乔是不是这个妹妹的丈夫 我当时认为孙本乔就是这个妹妹的丈夫 因为我不知道王同族另外还有没有妹妹 但是现在因为我看陆鲁西他写的好像又讲到他的妹妹叫王同 好像是在他们还在有派被劳改的时候跟这个妹妹结婚的 所以我现在有点不敢确定王同族到底有几个妹妹 是不是我所知道的那个妹妹 关于王同策 我也是想根据这个情况来看 王同策大学毕业要比他哥哥总要稍微晚了一两年嘛 然后他哥哥很快就变成右派了就去劳改了 而且他自己后来也受到冲击的嘛 不是说很大的冲击 但是把他从大学里搞到中学里头去教书了嘛 一直好像到文革以后才把他又调回到大学里去 所以我就想一定也是因为他哥哥的事情 听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心灵之旅节目 我是主持人张敏 正在播送的是立曼殷女士访谈录的第二部分 现在在美国的立曼殷女士 在文革中因南京一起所谓反革命集团案被判刑15年 以下请听立曼殷女士谈她历经坎坷 从中国到美国直到59岁取得硕士学位的求知求学之路 我这个人呢从小就爱读书 而且我读书读得非常好 不论在哪一个学校哪一个年级 我都是班上了前三名 而且不但是读书本的书课程里的书读得好 而且我还读很多的课外书 所以我一直从小我最大的理想是做一个作家 可是在共产党之下呢是完全没有办法 就是说我的这个理想全部被打碎 为什么呢第一我出生不好 因此我根本就没有机会去上大学 当然了不上大学你也可以自学成人的对不对 那我没有自学成人 当然我自己要负一部分责任 可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初中毕业以后去读了一个技术学校 那是也是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 所以我才去读这个技术学校 假如不是经济原因 我可以去上普通高中 这是没问题的 所以能不能上大学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出生成分不好 能简单介绍一点您的家庭背景情况吗 我的家庭出生从共产党的观点来看那是非常不好的 因为我父亲抗战的时候 一直就是在国民政府的航空委员会里头工作 后来他在1947年或者48年的时候 他就辞职了不干了 以后他就到上海开一个钱庄 所以他又变成资本家 他由一个所谓的反动军官变成一个资本家 就是这样一个家庭 我们再回到您刚才的话题 我先把这个技术学校的事说完了 我学的是电器安装 你那个学校叫什么学校 上海电器制造学校 这个技术学校毕业的那年正好是1955年 1955年就是反胡锋 反胡锋就扩大为全国性的速反运动 因此大学毕业生也好 中级校的毕业生也好 我们统统必须参加这个速反运动 结果我在速反运动里头就第一次受到打击 因为我和班上另外有两个同学 我们三个人曾经开过一次会 就是商讨过一次想要办一个杂志 结果呢 商讨了半天 因为没有钱 结果也没办起来 那就算了 就因为这件事情把我们在速反运动里头打成反动小集团 从此以后呢 我们的档案里头就是反动小集团成员 我们就成为内控的对象 我们的一言一行永远就是在他们共产党和共青团的观察之下 那一次运动把我所有的日记都收去 你说说当我知道他们把我的日记都收去以后 我那种感觉就好像我这个人被人家剥光了衣服暴露在众人面前一样 我就发誓我从此以后再也不写任何东西 因此我从此以后真的不写任何东西了 连日记也不写了 虽然你说躲着坐下吗 还能够实现吗 在这种情况下 对吧 而且呢 越不写嘛 越不会写了嘛 所以我就是说 讲我在中级校的事 那么后来我工作以后呢 我当时还不清楚这个速反的事是暗中已经给我们打入令册了 我不知道 我以为过去了 反正也没受到其他的处分也没送我们去劳动教养 我以为没事了 我还曾经想去考大学 结果因为我得肺结核 所以呢体检也没通过 那如果我们讲我不去读那个技术学校 我读普通高中 普通高中出来应该去考大学 那也假定我没有生肺结核病 那么我应该去考大学 我肯定能考取 这是没问题的 1957年是不是正好是反右运动 如果我那个时候反右的时候我是大学生 那我惨了 我一定是右派学生 那我就要劳改20年 所以这个是一定的事情 我自从 所以我后来想啊 这个速反对我来说 要比曾右派还稍微好一点 因为曾右派那就惨了 说不定送到什么家编沟 那种地方去劳改 所以呢这个是可以肯定的 因为根据我的思想我的性格的话 我的反应应动当中我不会保持沉默的嘛 我一定会上当的嘛 所以一定会成为右派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那么我在中国大陆做什么事呢 就是做教师啊 因为共产党虽然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可是他其实是把最不信任的人 放到学校去教书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听众朋友 在文革中的1970年 因南京一起包括王同竹 孙本乔 姚祖怡等人在内的所谓反革命集团案 立曼英女士被判刑15年 服刑9年后 于1979年平反出狱 又过了将近10年 立曼英女士远赴美国 我到美国以后呢 虽然已经50岁了 可是在美国做大学时 你有年龄限制 你80岁也可以去做大学 哎呀我真是喜出望外 所以我很快我就去上大学了 上了大学以后 我的成绩还是那么好 结果我就继续上研究院 我就读了一个硕士学位 您是学什么专业 我在大学里面呢 学的是英文专业 后来六四事件以后呢 我又加了一个副专业 就是政治学 当时您为什么做了这样一个选择 增加一门专业 当时我上来其实对政治方面 也是蛮感兴趣的 可是由于我的遭遇呢 我就觉得还是远离政治比较好 可是到了六四这发生的这个事件 真的是对我的震动实在是太大了 虽然跟我本人没什么关系 对我从思想上来说吧 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所以我就觉得我还是应该要关心政治 还是要关心中国的事情 所以在这样的思想的指导下 我就又选求了政治学 作为我的副专业 这是大学 后来我上了研究院呢 我读的也是文史哲 因为这些都是我的爱好 只想因为我在中国被剥夺了这种权利 所以我到美国我就读这个 后来您毕业于哪所大学 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 拿到文史哲 这是学位的 那您又在美国工作过吗 是是是当然 我在美国一开始我也没学历也没专长 一来的时候我在商店里头做过收银员 后来呢又在大学里头 office里头一边读书一边工作 可以赚取一些生活费 后来呢我又到中学里头去做过助教 中学怎么会有助教呢 因为中学里头它有一种叫特殊教育班 都是在某个问题上有些缺陷的孩子们读的 其中有中国孩子他们需要辅导 所以我就去做这个事 等到我有了学位以后 我后来就到纽约市律师协会 法律图书馆工作 技术人员 一直工作到我退休 您拿到硕士学位的时候有多大年纪 这还是挺励志的一个故事啊 我拿到硕士学位的时候大概59岁 您退休有多长时间了 退休也有十几年了 立曼英女士谈到她近年的写作 我心里一直想要把我在中国大陆的这个作业写一本回忆录 我其实已经写好了 可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呢我也是一直还在修改当中 但是最近呢我把其中的关于素反运动当中的遭遇的那一段写成英文寄给我的哲学教授看 他看了以后非常的感动 他认为写得非常好 也促使这位哲学教授呢 现在开始研究中国 他本来对中国没什么了解的 他现在就在读很多有关中国的书 他决定要和我合作 为我的关于素反的这一段写一个引言吧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事 我要正在做最后的修改 然后我们想要争取出版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对文革中因所谓反革命集团案被判刑15年 现在在美国的立曼音女士专访的第二部分 在以后的节目里请继续收听其后部分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心灵之旅节目 我是主持人张敏 这次的心灵之旅节目播送完了 心灵之旅节目是由张敏采访编辑主持制作的 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谢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在美国首都华盛顺